《赛季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麻将 要说中国什么是最常见的 麻将是一个不错的答案 麻将作为一种古老的博弈游戏 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了 上手容易 打法简单 而且这个玩法也是多种多样 因此也是备受到国人的喜爱 不过呢 传统麻将往往需要洗牌这个过程 将麻将要叠在一起耗时过长 那么为了便于洗牌 这个麻将机就因此而诞生了 麻将机的出现 也是再度让麻将这一传统游戏 焕发了新的生机 随着春节是已经是 正在大家是沉浸在这个春节的气氛当中 这个麻将机的销量 其实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上升当中 作为备受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这个麻将机就是如同年货一样 在春节之前是受到了消费者们的青睐 麻将是需要四个人才能进行的游戏 因此在过年这种全家聚集的日子里 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来的春节都是麻将机的销售旺季 而在今年呢 这个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受到内地疫情反弹的影响 就地过年政策是让很多身处在外地的人们无法回家 那么如何来排忧呢 打麻将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按照2月3号由淘宝公布的牛年春节十大年货报告就显示 家用麻将机的销量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日销量同比去年是大幅增加了超过130% 那么随着这个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麻将机是正在从棋牌室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中 成为了一个常见的娱乐设备 价格的下降而与它自身的更加的轻薄可折叠 是让曾经这个笨重又占位置的麻将机 变得更加适合家庭来使用了 可以看到的是啊 如今这个麻将机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说到雀友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陌生啊 这个雀友是在90年代在国内推出的第一款麻将机之后 其实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20多年了 技术的改变呀 也将这个曾经的老物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甚至啊 有的麻将机还带上了语音控制功能 而在价格方面呢 麻将机的产业链不断的成熟 进一步也是降低了生产成本 要知道啊 全国是有300多家麻将机整机生产厂家 当中是有大概200家左右集中在了杭州萧山 这个经济开发区产业链的完善 与整条制造环节的成熟 也让这个麻将机的价格现在是越来越低 你要是打开淘宝啊 来看一下销量高 品牌知名的麻将机 大概价格是集中在2000块钱以下 而更加高端的功能更加丰富的麻将机呢 也是突破万元而已 这个麻将机市场啊 同样也是引来了互联网巨头们的目光 小米啊 天猫啊 等等这些智能设备制造商 都在麻将机的领域有所布局 巨头们的入局啊 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示了麻将机市场的想象力 那么麻将机的面向对象啊 正在不断的下沉 对于行业而言 这显然是一件好事 麻将机自身的属性 也使得其更加需要来接近消费者 下沉的产品定位 也能够进一步的扩大麻将机发展势头 那么在当下 这个麻将机火爆的销售状况 也能够看出市场是有着一个较好的发展空间 不过呢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啊 同样也面临着较大的危机 确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一家造出了国内第一台自动麻将机的品牌 也是一度成为了麻将机的代名词 占据了麻将机中高端市场70%的份额 在当时啊 每一台这个平均售价高达万元以上 这几乎在90年代 你都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么靠着这个遍布全国的经销商 确有在中国的麻将机中高端市场的 头把交椅上面做了20多年 在09年的时候 确有是成功登陆了澳洲交易所 也是成为国家第一家赌具上市企业 挂牌交易的当天公开发行一亿股 募集了约2500万澳元的资金 当时也是折合当时的一个汇率来计算的话 是折合人民币一亿元 但是在上市之后 却有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2012年的营收以及净利水平 甚至是低于了还没有上市之前的水平 那么作为一个行业楼头都尚且如此了 剩下的这些企业的生存状态 显然同样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啊 这个低壁垒的麻将机行业 同样也是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进入 仅仅就叫却有的品牌 就出现了什么上海却有 广东却有 香港却有等等 20多个仿造的品牌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到了 却有本身的一个品牌形象 大量的一个低质量低价的产品 进入到市场当中 也使得麻将机行业受到了不利影响 还有一个 线上虚拟棋牌游戏的出现 也是进一步削弱了麻将机市场的未来 如今有很多人愿意在线上来打麻将 那么线上这个棋牌游戏 是消除了一个时空上的隔阂 你随时随地拿出手机 就可以来一把 这个就是线下麻将 无法比拟的优势 这个棋牌游戏 作为如今国内的游戏行业 最为火爆的一个类目 在疫情之中 更是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居家隔离 用手机打牌 可能已经是成为了很多人 在家无聊时候的选择 这个棋牌的游戏 几乎已经是成为了 棋牌游戏的半壁江山了 在18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这个棋牌游戏过选的数量 达到了300多款 这可以说是给了线下的麻将游戏 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冲击 但是怎么说呢 国人还是喜欢手摸到牌的感觉的 所以这个麻将机的产业 也暂时不会过气 毕竟你要中国人来放弃打麻将 这个习惯还是很难做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